这里是老杰森鱼,我是主播阿布,今天给大家分享电影《狼狈》。 女主莉莉是个美丽的模特,但谁也不知道,这惊为天人的外表是建立在高风险的全身手术上的。 而最近,那所整容医院正要接受非法行医的指控。 当然,目前莉莉并不知道这些,仍然沉浸在浮华假象中。 整日想出镜风头不说,还想通过一些特殊渠道进军电影界。 也许做人做事没下线,真的会短暂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,当然只是短暂的。 总之,现在的莉莉真是风生水起,从早到晚高高在上,一言不合就打骂女助理。 可很快,报应就来了。 由于那个整容医院非法经营,手术出现纰漏,莉莉的脑门上开始出现黑斑。 为了重回美貌,她只能再整一次,并且得终身服用抗排斥药。 但这也只是治标不治稳罢了,不过,这让她代次成为全国女孩都想成为的大名人。 当然,再怎么浮华的外表,也填补满空虚的内心,她开始寻求自己,甚至和助理有了一段插曲。 她向助理坦白,自己那么追求目光,只不过是想摆脱孤独罢了。 看着妹妹寄来的慰问性,莉莉有了见她一面的想法。 在长相不出众的妹妹面前,她看到了在整容之前的自己,并和妹妹畅谈起来。 可就在莉莉好不容易想放松下来时,一个新人的出现震荡了她的世界。 新人表现得很自然,一炮而红,咽压莉莉。 这使得她的神经再一次紧绷,可怎么也晚不回颓势了。 再加上自己的男友竟然背着自己和别人订婚,还想和未婚妻与莉莉来一个三人成团。 这让为师爷和生活付出了一切的莉莉走向崩溃。 同时一直在追查整容医院的侦探找上了莉莉,让她出庭作证。 正在事业巅峰的莉莉哪里愿意答应这事,但她还是收下了侦探给的资料。 不过时间可不等人,莉莉的身体每况愈下,幻觉越来越严重。 杂烂了节目不紧,回到了节目。 这下子,莉莉可算是彻底地退出了这个花花世界,完全失去了在这个世界抛头露面的机会。 但第二天,数不胜数的狗仔却聚集她家门口。 原来,助理为了让她再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,把侦探给她的整容文件寄给了报社。 虽然很不光彩,但怎么说呢,莉莉总算还是出现在了美光灯下。 不过,此时的她远非彼时的她。 面对众人的目光,莉莉决定与这一切一刀两断。 她举起手中的刀,疯了般朝自己的眼睛。 这个身上少数几个没有动过手脚的器官刺去。 做出这个疯狂举动后,莉莉再一次消失在了世人的眼前。 她究竟去了哪里,我们无从知晓。 可现实的是,在莉莉消失后,她的妹妹代替了她,肯为了新一任公众玩偶。 在一次酒吧的庆功宴上,随着那个新人的探索,莉莉的去向也被给出了答案。 虚假的东西终究不会长久,外表可以改变,但内心是不会改变的。 外表也许能带来一时的满足,内心的空虚是永远也填不满的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。 如果喜欢本期节目,不妨多多点赞或是留言哦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